Hello 大家好 我是Ruby 我是Tommy 今天我們來到海欣新城這邊 想跟大家來介紹海欣新城這邊的配套 大家都知道海欣新城整個樓盤 這個項目很大 總共佔地有100千元 裡面我們會有高宇夫球場 會有商業街、街市、水尿會所 有銀行等等的配套 還有市場 是的 我們現在來到我們今次節目的第一集 就是來到我們身後的蔡丁長江市場 其實這個市場目前已經全部都開設了 鎖住的位置就是在海欣新城的外圍位置 從街市到海欣雲頂樓盤那邊 車前大概是這麼一小時 而且海欣新城這個區域 他們會有自己的業主樓巴 好像有公交車一樣 會在整個屋子裡走來走去 從樓盤那邊都會有直達的巴士 是可以直接來到街市這邊 有幾分鐘時間就可以到 好的 那我們現在去看看 這裏有甚麼物價和物價大概是多少 看看可否看 這裏不單有菜可以買 有新鮮的菜肉 又看到麵包店 即是早餐店 在樓上就有一個二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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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庫座有得打球 可以打馬腳 最初不認定當然是蛋撻 當然是蛋撻 我想買一個試一試 好的 我們現在買了四個 蛋撻 大葡撻 大葡撻 多少錢 十五 十五元買了幾個 四個 四個 買三和一 即是十五元四個 一個圍到來 就四元錢不到 四元錢不到一個 都可以的 就試一試 我們剛才有的錢 都見到外面有很多個 我們說的宵夜攤 其實這間夜市文化 在中山其實真的很出名 包括中山現在 其實都有很多個夜市街 我們經常晚上都會去 包括公司旁邊的 博覽中山那邊 這幾天有個叫做美食家電話 都很虛人 都很多人可以走 還有一些老婆的吉夜市 中山的創業夜市 沙江開夜市 還有我們之前去過的 坦州十四川夜市 真的很多夜市生活 都很不值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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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那間蛋撻店 真的挺出名的 很多地方 包括深圳我都見到 都會有的 所以其實有街坊 如果見到那間店 都可以試一試 我覺得很值得 然後可以看看裡面 有什麼賣 這裏有湯料店 然後這裏有凍品 那裏有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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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有寫這個班次 班次 對 它不單是整個博外欣新城 真的 因為這些樓盤 就是我們說的博外路上樓盤 五點鐘 對 都會有班次 全部都會裂齊 包括那裏的 海洋生城的其他地方 全部都會裂齊 所以這邊 真是自食一角 可以說它的背道 真的相當齊全 那這邊 首先進來 它兩邊 是我們說的 買一些雜貨 例如火鍋底料 火鍋底料 動物 那些之類的東西 然後 中間這裏 會見到 海鮮 對 海鮮和肉 不過這裏 進來真的 不會像我們之前 那些舊的街市 覺得很難泡 很新的 很乾淨 它地下沒有積水 其實不會有積水 很乾淨 而且這裏 還會有一個螢幕 有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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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鱷魚 有一隻鱷魚 有一隻鱷魚 然後可以看看 這裏的價錢 它這邊會把營業汁 賣出來 然後會有些價錢 像這個 寫著泰骨 78元一斤 300元一斤 對 豬腳18元一斤 包括你如果買甚麼菜 想叫它幫你試 也沒問題 可以斬開 可以幫你刮乾淨的 毛毛等等 對 這邊是買海鮮 也會有寫出來 然後隔壁店 是賣青菜 它可以看看青菜 多少錢一斤 斗門 大家有沒有去過 斗門的海鮮市場 海鮮市場 海鮮市場 其實可以看到 它裏面很大 又很乾淨 就不會說 現在很多年輕人都不喜歡 街市場 覺得難看 這裏真的不會 進來 而且沒有聞到有甚麼臭味 不過我覺得 最特別的地方 是每一間檔口 他們現在增設了一個螢幕 在上面 譬如說 有價錢 在裡面提示了價錢 會有QR Code 即是給我們付錢 還有重量是多少 全部連接的程度 全部是由政府 市場監管的 避免了我們 之前說 被壓程 或自己加價錢 或者怎樣怎樣 我覺得很規範 其實很好 不過最重要的 就是來製造環境 還有阿拉斯街鞋 嘩 好帥 老虎斑 它真的 全部 它這裏會寫著 這個價錢 可以過來看看 全部會寫著價錢 包括有些特價都有 多少錢一斤 48元一斤多寶 然後鮑魚13元一個 對 它這裏都會顯示 上面還有特價 每天特價 今天推薦 番薯魚13元 好 那我們下一站繼續吧 我們現在看完街市 第二站 就來到海欣新城的中心位置 在我們身後 就是海欣新城的一家一超市 它是下層式的超市 這邊除了有一個超市之外 旁邊還有KFC 還有剪立法的地方 還有藥房等等 都是會有的 從海欣雲走去 其實大概是幾分鐘的時間 就可以了 這裏除了有一家超市之外 在它旁邊還有藍色的建築 就是會鎖 會鎖 是水療會來的 因為我們香港街坊都很喜歡 回來帶來這邊 按摩 按摩各方面 這裏就會有 都很方便 就在整個海欣新城的中間位置 以及在水療會所旁邊 還會有一個瓦景的大酒樓 即是我們平時喜歡喝早茶 或者是HIT 還有如果是我們喜歡運動的朋友的話 在水療會所後面 就有一個很大的中心湖 中心湖 叫做奧斯湖 是的 同時有些街坊喜歡去那裏散步 是的 還有有些人喜歡去那裏釣魚 剛才也見到這裏釣魚 是的 而且每年爬龍舟時 我們剛才經過也見到 上面有兩條龍的位置 因為它每年龍舟節 在那裏都會有爬龍舟 即是龍舟比賽就會在那裏開始舉行 所以會很虛行 很熱鬧的位置 還有一點忘記說 就是在我們現在的斜對方位置 會有一個公交站 因為海恩森林這邊會有站點 是可以直接坐直達巴士回到香港 包括太子、荃灣、屯門等 其他地方都會有 而且這邊的巴士 它們不是走回深圳灣的 它是走回港珠澳大街回去的 唯一這條線是可以經港珠澳大街 回到香港 即快很多 方便很多 它就不用繞深圳繞地帶著實車 這邊就直接去珠海 不過呢 心中通道六月份就開通了 如果到時經過深圳通道 都會更快速通通 到時可能會有幾條路線去選擇 走馬廣珠澳 或者走馬深圳通道 OK 那我們接著來 就先去第三站 就是海恩森城的淘金商業街 我們現在來到第三站 就是海恩森城的淘金商業街 對 這條街是目前海恩森城最大的 和最成熟的一條商業街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未到飯店 大概11點半 應該差不多 11點半 11點半 這條街都已經全部停車了 路面上基本上沒有停車的位置 而且都已經有很多些 即是住在周邊的街坊 已經陸續開始下來 去逛街 去吃東西 各方面 而且這條街 可以說是應有盡有 包括我們也看到的 除了食肆之外 有水果店 有藥房 有西溫爾雷雲 五斤店 五斤店 美宜街 奶茶店 深夜茶 咖啡店 沙遠食吃 都有 而且我們現在都看到 有很多外賣騎手 美團小哥 在店內等著 拿外賣送給別人 因為現在在大龍這邊 叫外賣超級方便 而且很低 很多優惠券 如果說一個套餐 或者一個餐 十幾二十元 然後用一個券 但它也是十元不到 或者幾元 可以點一個餐 通常這些券最少 是減到五元 如果我們住在這區 我們在自己家 打開美團 按下手機 例如我想吃法蘭 我想喝奶茶 我想薑牛扒 點個掣上去 大概十多分鐘 就可以送到你家 超級方便 超級方便 我們現在就 帶大家去逛逛 上街有些甚麼 如果說你不想去到市場那邊 在這裏樓下都有些新鮮店 新鮮小市 六元 六毫八 一斤 大白菜 然後有些菜 一斤九毫八 一斤六毫八 一斤六毫八 全部都是一斤兩斤 不過它是有特價時間 每天特價時間 是早上六點到中午的十二點 即是早上買它特別 而且這裏有沙丸 聽說香港的沙丸很貴 這裏一個沙丸 你十元吃一個人 都撐了 很飽 吃個蒸餃五元 吃個撈餃五元 對 這裏有收腳店 不過應該還沒開門 下午才開的 一本下午才開的 那裏有個做Sparso的地方 大藥博 大森林 平時買藥都可以 因為大森林這個牌子 它在大陸這邊 它是比較出名的連鎖的牌子 所以大家如果去買藥 又想買得放心一點的話 可以去大森林 那裏都可以 前大媽 嗯 買菜 然後還有麵包店 還有西餐廳 在這裏 遠聚西餐廳 那裏有蛋蝦 這間好美 很有感覺 又不是 眼鏡 如果住在這裏生活的話 很舒服 很舒服 在這裏逛逛街吹吹風 就是這間牛雜大王 前陣子和客戶都試過 其實味道不錯 接著有很多選擇 不過我今天想吃牛丹 旁邊這間也很有名 叫做百興預記 這間店是香港人開的銷納店 我們之前也有進來吃 這裏有價錢 第一次看看 燒鵝飯 25分 燒鵝 不是燒鴨 燒鵝飯 沒有燒鵝 燒鵝25分 然後菜燒飯 蛋黃菜燒25分 我先嘗嘗 先嘗嘗 燒鵝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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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 很棒 燒鵝飯 好棒 好棒 太燒鵝了 我形容一下 它的蛋黃不是太鹹 還有叉絲的甜味 配合在一起 綜合起來就好吃 三個蛋黃菜 我想吃你這塊 給你 它不怕那種很硬的 它的皮不會乾到沒有水分 它的名字是用了半湯的燒鵝 它有油脂 它的水分很瘦 很脆 四個人才吃88元 我們之前去香港出差 兩個人 吃到兩百多元的快餐 吃到我身體很痛 很肉脂 然後又不好吃 又貴 最後一塊給你 你試一下 然後評論一下 燒鵝好吃還是這個菜燒 燒鵝和叉燒二元 我是比較喜歡吃叉燒 我一直都喜歡吃叉燒 它這個 其實配合了橫欖 吃起來真的會香很多 不過 吃多幾塊會開始漏 好像有點兒子 因為叉燒是二元 對 所以說 第一塊好吃 多吃兩三塊都可以 如果多吃幾塊 就會開始有點漏 所以說 好東西吃不可以吃這麼多 吃一點夠味就可以了 如果說 住在這裏 我不去買菜 我下來又可以吃 或者叫我去買 可以更方便 對 很方便 又不用自己去洗碗 去收拾桌 很方便 十幾元二十幾元吃過飯 吃完泡泡囉 一會就走了 然後它對面砸骨 對面我摸 你摸在做美容 或者做子狗 一天在這裡消費 很快 很便宜 很便宜 因為在這邊生活 就是休閒 就是舒服 就是不想在香港 這麼急 這麼快自首的生活 他說在這邊 我們可以 早上睡到自然醒 睡到十點多 九點多自然醒 然後很休閒 下樓吃個早餐 中午又下樓 吃個快餐 或者吃個牛雜 吃個西餐都可以 下樓之後 又可以買菜 晚上可以自己煮就可以 如果不喜歡的 去酒樓吃就沒問題 而且最重要 一天下來的消費都不貴 就算這樣 在外面吃也好 你一個人計算 都是我們只吃飯 應該都是一百元之內 搞定 這裏有個練習場 不是 這裏是國標場 這是標準場 是中山最大的Golf場 吃完飯又可以去那裏玩 或者有朋友過來 照顧他那裏玩一下 他全年都有很多 喜歡打歌符 在這裏打高爾夫 因為他在新城 他不單有我們現在看到的 外出和住大樓 他其實還有別墅區 而且他有最貴的 叫君臨天下 君臨天下的別墅 是被稱為中山的三大 複雜別墅之一 那些別墅 目前全部二手 沒有新樓 二手界都是三四千萬以上 最貴的一、兩億 所以說 就會有很多 中山的企業家 Nitle老闆 就會在這裏 經常打歌符 在招待朋友在那裏玩 他說 這邊 為何都被稱為 中山最早的富人區 就是這樣 因為有很多有錢人 都是住在這裏 我們吃完飯 是沿著這條路走上來 其實整條街 全部都是商業街 很多東西 他剛才那邊是生活配套 食肆 主要食肆為主 然後走上來 他有一些賣心的 美容美鴿 咖啡店就在這裏多了 還有外鷹購 小朋友買一些東西 對 然後還有一些新鮮超市 那裏有一個新鮮超市 對 有些做餐店 然後按摩 這裡很豐富 按摩 對 真的自成一角 對 或者在這裏買一杯飲 然後去旁邊做美鴿 美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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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閒的辛苦 例如度假 退休 休休 其實不一定要到處去那裏玩 去那裏玩什麼很好玩的東西 只要我們睡到前 下樓吃飯 買杯咖啡 或者買杯奶茶 正經你坐在那裏 喝東西 看看手機 其實很舒服 好好的生活 退休生活就是這樣 如果說你試不試過來這裏 度假 都是很方便的 好像這個心中通道 就是開通了 海欣這邊 都有一條南外環的快速度 都會接隔這個心中通道 如果說我自己開車 當然會比較方便 如果說我不想開車的情況之外 坐直達巴士 怎麼可以坐高鐵 坐船 還有到時 深圳通道的車 還會有400架 大巴士 每天會往返中心和深圳 像深圳那邊有兩個閘 一個是深圳灣的地鐵閘 一個是機場那邊 也有兩個閘 每天有400架巴士 因為目前他們的票價還未出 預計都是十多元 十多元 十多元 十元 好像最貴才是十多元 現在是預計的價錢大概是這樣的 幅度 預計十多元也好 其實價錢也不貴 而且班子是很密的 不像是直通巴士 一兩個小時 一班很密的班子 即是十分鐘 一班車 很密的 除了食肆和休閒負動之外 外面還有銀行 那邊有銀行 四大行都有 中國銀行、工廠銀行、劫舌、華盡 這些網頁 全部都有 包括那條街 還會有社區的服務中心 平時我們去辦什麼政府的單位資料 都可以去那邊教 就不需要拍得那麼遠 所以這個海恩真城 真是自成一角 所以為何已經有這麼多香港街坊 選擇這區的原因 第一 牌子 牙居樂 很多香港街坊 都很熟悉 第二 它發展了二十多年的時間 它自身的輩度很充足 我們剛才也有去 又有食肆 又有上街 又有水料匯索 還有一個來講到 醫療配套 醫療配套 它自己也有醫院 因為它有一個社區醫院 雖然說不是很大型 不過 小病小疼 它類似我們香港的一些私人醫生診所 例如有些不太舒服的 其實就去診所 即感冒 那些食物藥就可以了 當時如果真的有些大病 需要去醫院的時候 海恩真城附近 還有一個火鍵香髮區人民醫院 那邊都是一間三甲醫院 從這裡過去 都不用十分鐘時間 就去到 都可以的 包括我們如果 在香港有買的 那些醫療保險 那邊同樣是可以保銷的 可以保銷的 這個已經是有一個 這樣的政策在這裡 包括到時候 如果我們真的住在這邊 其實都建議大家可以買 買衣服 買衣服 不過買衣服前 我們要先買一個居住證 才可以買到衣服 所以建議大家 就一定把居住證 在這裡 因為那個居住證 相當於跟我們這邊的身份證狀一樣 都是 很長的 平時我們都買衣服 買射服 買車 買車 坐車牌 坐高鐵 坐飛機 等等 這張居住證 都可以幫到大家 所以這也是給大家 一個小小的建議 OK 我們今期節目就到這裡 其實今天都帶大家 大概轉了一轉 海恩申請這個地方 如果大家對這個區域 都這麼興趣 到時候都可以聯繫我們兩個 我們再帶你親身距離 去感受一下這邊的氣氛 我們會更加清楚一點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拜拜